丁山的淫界 我们继续来研究丁山的淫界 丁山的淫界 我们研究这个界历 我们就知道说这个界历的界象 非常的维系 维系到让我们的环绕 没有漏洞可以赚 我们的环绕好像是屋顶的遗水一样 屋顶如果说有漏洞或是有泪空 这个遗水就从这个泪空里面渗透进来 这个我们众生也是一样 主要有贪嗔痴的环绕 有贪嗔痴的这类环绕 那这个就会从我们这些 这些贪嗔痴的环绕的漏洞 这个环绕的这个祸水 从这个地方就渗透进来 渗透进来 那这个界象这么维系 就显示我们众生的这种贪嗔痴 它是无孔不入的 那佛陀大使大悲 从这个四项方面来主席我们的贪嗔痴 所以这个界定会称为三如漏邪 它不会让我们再弱失这些烦恼 从这个四项来主席我们的贪嗔痴 主席我们的贪嗔痴 我们知道 从这个界象就知道佛陀 它是从这个界象方面 来主席我们贪嗔痴的漏洞 因为我们众生只要有这个贪嗔痴 那就在这个三界六道里面 一直轮转不息 轮转不息 好 我们来研究这个淫界 丁山的淫界 佛陀就告辞之为比丘 因为比丘它是七重的刚灵 是七重之手 佛之界都是在比丘身中里面制定 然后再由比丘身来传出下气 所以佛陀就告辞 主席比丘说 受了佛清净五界的 悠伯舍悠伯仪 不应该生起异想异解 不应该生起这些世间 难逆淫逆的攀岩的妄想心 以及淫逆 对于这个淫逆境界的追求 追求 就是这个 这些寻求的接受 尚不应该去生起这一念心 何况说更加生起这些 淫逆称惠 疑痴这些烦恼结始 根本的不经恶业 根本的不经恶业 那偉大师的尖尿的解释是说 一所想要境界 对自己所喜欢想要的境界 安利这些名相 以言文字 就称为异想 一切法本来极净 一切法本来无身 它虽然有相 但是其实它有它无相的一面 那我们众生都灼在这个相上 所以就为它安利各种的名言 以言文字 然后从这个地方就生起贪欲 生起这些贪欲的烦恼 或者是称为异痴的烦恼 这个叫做异想 然后以所想要的境界 忽然生起这些 形式追求的这一念心 由上面的异想 接着对于所想要的境界 兴起这些形式 追求的这一念心 这个叫做异解了 然后有所欲的不水 心不能够满意 然后就生起称慧 然后这个贪欲跟称慧 它都是一以这一念 一吃无敏的心而起的 那三读济济 所有的一切烦恼的根结 就从这个地方生起 所以这贪嗔痴 称为善不善根 善不善根 犹如树木一样 它所有有根 枝叶花狗 只有繁衍不断 我们众生也是一样 有这贪嗔痴的三种环绕根本 那所有的这些货欲苦 从这个地方就生起来了 那就乖为我们这个清净的心形 那由此这个恶业 它会召感我们此事 他事的苦报 所以称它为不敬的恶业 所以佛陀在这个地方说 这个不应该生起这些不敬的恶业 异想异解都不应该生起 光说生起这些不敬的恶业 在《扎安经》里面 《扎安经》里面有讲到 有一段文说 有因生异想异想 以此不求舍离者 现华 则现华苦至 命中生恶气 有因生是要想 不会想 以此不舍离者 则现华乐至 命中生善气 如果有生起这些异想 贪异想 称慧想 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 不知道要舍离 不知道要舍离 那我们现华就会苦至 现华我们的身心 就会堕在这种 煩恼 无名 业力 痛苦的系乎里面 不但现华这样 命中还会生恶气 因为这些都是懒污的恶华 有从这个地方 所有的后遇苦都会生起的 现华就会苦至 命中又会生恶气 那有因生起 吃要想 不会想 吃要想就是它 眼离 吃离 吃离这些世间的五一六成的难做 然后不会想就是它 不生起这一念 不生起称慧的心 那这一念善心 它如果不舍离的话 它现华就能够得安乐而至 现华 现前的身心 它就能够得到安乐 那命中也因为因此而生善气 那鸿公的补士的文是说到 不应生异想异解 它就这个地方就引力论来解说 异想者也就是他身口不动 但是心里面只想你人 那异解者就是他的心 既然处在蒙醉的阶段 身体也跟着 身体也就沉门了 沉门就是处在迷醉的状态 昏暗的状态里面 也就随着他气的 那化工的字文就解说 异想者心中想你中身体的特征 如胸背等 若继续联想下去 身心就会如初如醉 而生起这个行求 这个就称为异解 那有异以水 异海有蓝天 这个贪异 如果你贪走到了 那它这个异海蓝天 这个异海你只要一掀开来 只要一跳入进去 它就永远你就沉沦下去了 很难自拔 由贪异故又起贪 那不得又起趁灰 又三度轮转永不疼喜 永不疼喜 我们众生都是这样 因为对这个境界不如属了之的缘故 不如属了之的缘故 不知道它都是无常苦空不敬的 然后就会生起这些颠倒响 由这颠倒响 就会起这些贪臣痴的恶业 由这个恶业 然后遭感后业苦 轮转不息啊 所以佛陀注定这个迎戒 来主席我们这个贪臣痴 那再来请翻过来 一百零四叶 这个地方就讲到这个借相 这个当中放邪淫者有四个触手 有这个触手 这个邪淫的定义 也就是说它受了五戒的祭祀 是可喜有夫妻正隐 但是若以夫妻以外的男女交过 这个地方就称为邪淫 那邪淫有四个触手 是哪有四个触手呢 对象 它的对象就是 男 你 黄芒 还有二根者 下面就一一的解释 先解释这个对象的你者 你 你 就包括人灵 人灵 世间的一般的人灵 以及非人 非人灵 非人灵 就是天灵 鬼神灵 还有赤身灵 赤身这个 这个 赤身母类的 这一类的 男者 就包括人灵 还有非人灵 非人灵就指的鬼神啊 天 天啊 天啊 这一类的 还有赤身男 那 黄芒 花公的字文里面 你有解说 是指的男跟损坏的人 那 石颂利把它解释的 就比较亲自 把黄芒分为这个五类 分为这个五类 就是 生黄芒 半夜黄芒 度黄芒 便黄芒 行产黄 那这个文我们就自己看 那二根者就指的他身体里面 这个 既有 男女二根 行处超 行处超里面就解释说 恶行者 为一暴行 既男女二根 他在他这一身的暴体里面 既有男女二根 他既有男根 也既有女根 好 这个 行中祭 支持祭 他又引这个善见论更加说明说 这个善见论提到有三种 有三种的二根 这个二根 第一种就是他 因为他既有这个男女二根 他自己能够受胎 自己能够受胎 也能够令他人受胎 第二种 他只能够自己受胎 不能够令他受胎 第三种 他能够令他受胎 就是这三种 有这三种的二根的情形 一同以上类 也同以上来 的列别可以了知 可以了知 再看下面的经文 罗优伯社 以夫妻以外的人女 还有非人女 非人女 就是天女鬼神女 还有赤神女 在她们的身上 三次 三次 行邪淫 三次就指大便道 小便道 口道 在这个地方行邪淫 那就换道不可悔 如果跟人男 非人男 非人男 就是鬼神 天神 鬼神 这些男众 还有赤神男 黄蒙 在他们 黄蒙 以及生计二根的 在他们的这个二次 二次就指大便道 跟口道 在他们的身上来行邪 那就换不可悔 换不可悔 若花心 亦行邪 起了这个行邪的念头 但是这个身体 还没有去跟对方 相接刺 相接刺 没有和和 那就 因为只是 花了这一念心 想要去行邪淫 行这个 引力 那这样 就是换道下可悔 也很方便 也很方便 如果两身和和抱在一起 抱在一起 停止不交过 那这个地方 都就换道中可悔 中可悔 我以大师的见料说是禁方便 禁方便 那 我以大师的见料又更加解释 迎界它以三种言 成就 就换不可悔 第一个 迎心 这个迎心就是它 日积得死 如可得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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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同于这行 不同于像热铁入身 还有措漆 措漆 细境一样 不同于这样 我们众生 就是因为这样 这一念 如积得死 如可得饮 所以 由于有这一念的可爱心 可爱心 所以生死永远不解 那如果已经是得到 这个不静观已经成就 或者是已经得到的这种圣者 他看这件事情 犹如热铁入身 犹如措施细境一样 好像措得死 施啊 把它细在我们这个脖子上面一样 他非常的厌恶 非常的厌恶 那第二个是道 道就是 下文所说明的三次 所说明的三次 就是 擬三擰二 那第三 四水 四水就是它 这个擬擬二根 入 如同 胡麻子洗 那么小 很小 你入那么一点点 你就失去这个戒体了 有关这个地方 眼方便 近方便 这个地方 化工它 引了一个公案 这个地方这个公案 我们自己看就可以 一百一十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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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以中就对着这个悲逆 它行邪隐的话 那幻不可悔 我们来说幻不可悔 那其他的清幻的情形 如同上来所说的 花心意淫 或者是两相未合 两相未 两个未合合 未合合 这是换到下格会 两身合合 但是未入正道 是换中格会 跟上面所说的一样 那三处者 三处行邪隐的三处 就是指的口吃 大便吃 小便吃 那吃了这三处以外的行邪 都是犯可悔罪 可悔罪 如果幻不设 他的悲食 还没有配价 还没有配价 还没有嫁出气的 那对着这个未配价的悲食 对他们来非道行邪 那是犯可悔罪 但是后生的受报罪重 或生 将来受报的罪很重 很重 这个吴毅大师的建议 我就讲说 解释说 悲食还没有配价 则他还没有指 还没有指人 还没有丈夫 如果我们想要如法的射受 想要射受他 应该如法的用世间的实理 来定名 为妾为妻都无不可 但是如果非道行邪 非道在他们的身上 非道行邪 坏了他们的节操 导致这个悲逆 他上得失真 上得失真 虽然我们只是在他的身上 非道行邪 但是这个故事 很损伤我们的恩德 因德 损伤我们的因德 非常的重 虽然不失戒籍 但是这个后来的罪报很重 这个就是所谓的 损恩 损这个因德 损这个因德之重 这个是幽民 幽民的鬼神 他们很深深痛恶的一件事情 若佑这个经文再去看 若佑这个经文再去看 若佑有了男子同死 这些庸人 庸人 那就包括 这个其他的男子 男子 还有鬼神男 出生男 供他们的身上 在他们的身上 行邪 二次行邪 大便道跟口道 那 也是患道不可悔罪 那其他的清患 清患的情形 如同上面所说的 那如果 优婆社供这个引你 卖引的 卖引行业的女人 来行引 那如果不给他价值的话 那就会换到 血引的不可悔 那如果给他价值 给他相等的价值 那这样就五换 五换 那这个宏公的补士 他有 在一部解说 立文提到说 供引你行引 义值无患 给他 这个 相等的价值 就无患 应该是不患善品的 不可悔 不患善品的不可悔 所以 但是还是有 强害我们的身体 损伤 败坏我们的道德 难道说这样就没有过吗 失知 我们应该要去思维 这件事情 对我们还是有损 对我们的德行 还有我们的身体 都是有伤害的 那再来看另外经文 若人死乃至赤身死 如果这个人死了 是一个尸体 还有赤身死了 他的尸体 但是他的身根还没有败坏 他的身体还没有完全败坏 形象都还寄质 形象都还寄质 大便道 口便道 小便道 这三处来行邪淫 同样是患不可悔 同样是患不可悔 轻患的情形 如同上面所说的 如果优伯社自己 受了八观再戒 受了八观再戒 一入一夜的八观再戒 那在这一天里面 你行邪淫 这个地方就 不论正隐跟邪淫了 所以这一天里面 你连自己的丈夫 旗子都不可以 受了八观再戒 都不可以的 你如果在这一天里面行邪 那多方不可悔 八支 八观再戒是不论邪正的 不论邪淫 正隐都患 所以我们受了八观再戒 这一天里面 都是修清净的患恨 这个叫清净的患恨 那优伯社如果他都不受戒 这个优伯社他都不受戒 或许他只是受了三规 但是他五戒八戒等等 他都没有受 但是如果是侵犯了活弟子 受境戒的人 他虽然没有患戒的罪 虽然没有患戒的罪 他因为他没有受吗 没有受就无患啊 但是这个业道罪是险重 他如果侵犯这个受境戒的人 但是这个 他就永不得受五戒 乃至出家受济之戒 受济之戒 受济之戒 前面我们在讲这个遮案的时候 这个地方我们就有讲得比较维细一点 讲得比较维细一点 这个侵犯境界的人 他这个罪过是很重 但是实际上会障碍障碍我们受 障碍我们出家的是 只有你去污染 无路这个比丘跟比丘尼 跟比丘尼 他才会障碍我们出家 那你如果说 这个曾经污染这个境戒的人 那你只要好好的忏悔 好好的忏悔 自成的忏悔 忏悔七天以上 那你就可以来受五戒 但是如果是污染的比丘跟比丘尼 那你永不得出家 永不得出家 在耶诗记里面 他就有说明说 世人为恶守乌 能障碎道 故不喜出家 这个人他为这种 出恶的恶化所揽悟 能够障碍甚道 所以不喜他出家 不喜到出家 不喜到出家 我一道士的建立 后面有一个问答 那问说 患他净恨顾名重难 会成为我们这个 出众的受戒的难言 但是假如反而 我们被受戒的人所隐留 行谁隐的话 是不是也是遮难呢 或者是不知悟患 或乃悔恨 曾心发怒 曾心发怒 那这样可以荣喜受五戒击 出家吗 回答 如果我知道 如果我知道 对方已经受戒了 那便不应该随便的 随便的就 顺从被他引诱了 那既然是被他引诱了 那行这个邪隐的事情 罪必然就比较稍稍减 那不知悟患 不知悟患 同样也是一样 因为罪都会比较减 罪业都会比较减 但忏悔是慌 不知悟悔 不是那么容易 应兴 请问这些 有威德 众望还有生命力血的人 才能够灭持这个罪业 再看这个立文 佛告诉主比丘 无有二生 有生生跟戒生 佛陀有两个生 一个生生 生生就是以静望望为父 摩耶夫人为母 所生的圆满三十二相好之生 那戒生就是法生 就是法生 五分法生 也就是五分法生 这五分法生都是以戒为妻 由戒而成 所以己戒生 他就通主这个五分法生 五分法生 那如果善男子 如果善男子 为我的生生 我的生生灭度以后 起这个生生的设立七宝塔 这个七宝塔 高乃至以道 幻天 乃至道 乃至道以幻天 那对这个 这么一个尊贵的设立的七宝塔 我的设立的七宝塔 如果有人对他有亏师 有亏师 那这个罪还可以忏悔 但是亏无戒身 亏无戒身 这个亏无戒身 就是佛弟子 他受了戒以后 换了戒 换了戒 或者恶心轻视这个戒法 那这个罪就无量 罪就无量 宿罪就如同一楼龙碗一样 五分法身的成就 都是由戒身定 由定发胃 由慧断烦 了脱身使得泄脱 并如此正知以泄脱无遗 所以五分法身的成就 都是以戒为机 而得严满 而得严满 那我们亏师这个戒身 亏师戒身 那等于是亏师主乃的法身一样 亏师主乃的法身一样 佛陀的法身会命 都是靠戒 而相细延细洽去的 靠这个戒 然后五分法身升起 五分法身升起 那亏了戒身 五分法身就升不起了 那升不起 佛陀的活法会命 就从此断绝 所以这个罪够很重 受罪就如同予罗隆网一样 这个予罗隆网 无一大事的尖尼奥 这个地方就 皆是佛弟子 受了佛的佛陀的境界 不可窥犯 就己戒身 就通止佛陀的五分法身 佛它是以戒定位 卸脱卸脱之鉴 为法身的缘故 那现在以此戒法 施施相受 前书受戒给我们 像我们今天 像我们也是因为过气 由于有这些戒施的慈悲 从戒施那个地方受戒 受戒得来的 那这些戒施 它已经辗转 从戒施那个地方传过来的 那辗转到最前面的就是佛陀 就是佛陀 那这个当中我们窥施的戒 窥施的戒法 窥施的戒法 那如来的法身 它就断结了 那如果我们能够疏疏相受 疏疏相受 病治这个戒法 辗转的受于他人 那这个就是佛陀的法身 常是不昧了 如果我们自己破了患恨 或者是破他患恨 那这个就是破坏出来的法身 等同无异 所以这个罪 起灰无量无边 所以叫破坏生生社利塔 这个罪 尤其重大 受罪就犹如一楼龙网一样 这个一楼龙网 技术来说 叫做一楼八楼 也叫做一楼波 一楼它是市民 它是幻里 中文叫做臭气 秀气 八楼也就是称为极 极为秀气 这个龙网 他过气室的时候 加瑟和罗时候 做比丘 他不够以称慧心 然后换了折草木 以称慧心 换了断折草木 那这个罪 他只有对手忏悔就没了 但是他不知道又忏悔 所以头上身子秀赤 臭事 苦毒无量 那我们 这些根本重罪 这些根本重罪 何可患呢 这些根本重罪 在这个地方 这个淫戒 结束我们 他的够患是很深重 是很深重 然而患戒 既然有重于坏塔 那这样反过来说 持戒之福 不是有重于七塔 那那麽 希望我们活地子 能够好好去思维 这个问题 那 这个在一百一十五一页里面 155頁裡面 這個法宮 它有引述一些 跳舞銀心的方法 跳舞銀心的方法 這個地方 都很好 因為我們時間的關係 也沒有辦法吸收 它這個地方提示 我們如果有銀心的話 就自成的稱念觀世音菩薩 觀想菩薩以甘露的水 然後來澆洗我的身心 澆洗我身心 我這些意火都化為清涼 然後三頁自成 心念觀世音菩薩的慈意 口念觀世音菩薩的聖號 二文觀世音菩薩的慈音 如果我們能夠這樣自成的 肯切得這樣 三頁自成 那必定會有奇妙的感應 萬事萬靈 然後提到有四節觀 九響觀 還有 四節觀 九響觀 還有一種叫做 六不靜觀 六不靜觀 這個不靜觀 這個 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要先瘦瘦的不斷的做意 剛開始我們不是一下子就能夠完全調補了 但是你久久的觀 是長長的觀 長長的觀 那觀久了 你對境就不會迷惑了 你對境就不會迷惑了 我們這一捏環擾的異心 它就慢慢膽薄 我們親民的智慧 就慢慢地陷進 你就會越看越珍視 以後縱然是再美妙的境界 你也不會被它迷惑了 有關這個地方 我們這個文就自己看了 好 那這樣營界 我們就講過氣 我們再講妄語界 一百二十三 一百三十三頁 丁是妄語界 妄語界 妄語界 佛陀又告知知為比丘 告知知為比丘 我以種種的喝者 喝者這個妄語的過失 或者妄語的過失 讚嘆不妄語的功德 所以我們佛弟子 乃至細孝都不應該妄語 何況細孝都不應該妄語 何況說故作妄語 故作妄語 在大字论裡面就講到說 妄語的人先自己狂惑自己 狂惑自己的心聲 然後再狂惑人 再狂惑他人 那妄語的人 他是以死為息 以息為死 息死颠倒 就是油收污 污收油 那這個叫息死颠倒 那這樣的人 他的心被這種 無名還厚所覆蓋著 他就不能夠接受這個善滑 不能夠接受善滑 就譬如一個覆蓋的瓶子一樣 覆蓋的臉盆 覆蓋的臉盆 這個水就沒有辦法灌入盡氣 它水就不能夠存在 存在這個水 那妄語的人 覆蓋我們這一念心 也是一樣 倒水不入 倒水不入 活法的甘露 就沒有辦法入心 妄語的人 他心無常愧 避色天道 涅槃之門 妄語的人 他的心 一般來講 他都是心無常愧的 心沒有常愧心 沒有常愧心的人 他的惡法容易增長 善法不入 他的惡法也不能夠窒息 從此就避色天道 天道的門就跟我們無言 涅槃的門 涅槃卸脫菩提的門 你沒有辦法盡氣 你也沒有辦法盡氣 在《正法念書經》裡面 有一個寄宋說 時宜得安樂 時宜得涅槃 妄語生苦苦 今來在此說 甘露及毒藥 皆在人舍中 甘露未時宜 妄語則為毒 若人惜甘露 必人入時宜 若人吸毒者 必人妄語說 時宜得安樂 時宜得涅槃 降真時宜的人 能夠得到安樂 降真時宜的人 能夠得到涅槃 寂靜 能夠得到安樂 安樂 安穩 寂靜 那妄語的人 他會生苦狗 生將來的苦狗 那今世跟來世的苦樂 今來在此說 就是今世跟來世的苦樂 都在我們妄語 跟真實 講真實 這個地方 來接受 從這個地方來生起 從這個地方來生起 甘露及毒藥 都藏在我們的人舍當中 為什麼呢 為什麼說甘露跟毒藥 都在藏在我們這個 口舌之中呢 因為我們 所謂的甘露 就是我們講 就是我們講真實語的 講真實語 那妄語 它就是毒藥 如果有人要甘露 彼人就安住在水裡面 那有人 如果假如有人 需要毒藥的話 那這個人就是 彼人就妄語說了 那這個人 你要妄語的話 那這個毒藥 就入了你的心了 毒藥就入了你的心 下面就說 這個幻象 始終患者 這個當中 所患的情形 就是如果優婆舍 他不如使得正知 不如使得正見 不如使得正見 然後 這個 過人的聖法 不如使得正見 這些超過一般人的聖法 自己說 我是阿羅漢 自己說 我是阿羅漢 這個 毋一大師的見尿 解釋說 這個阿羅漢 是他已經斷尽 三界的煩惱 都已經斷尽了 三界的煩惱 八十八十 他已斷了 那三界的事後 八十一品的時候 他也完全斷尽了 那這個 煩惱惱惱都斷尽 那就 這個 出禮三界的生死 正的阿羅漢 或者是 自言我是 向阿羅漢 向阿羅漢 向阿羅漢就是 毋一大師見尿的解釋說 他已經斷無色界的事後 他已經要將盡未盡 將盡未盡 還有一點點的事後 還沒有斷尽 無色界的事後 還沒有斷尽 這個叫做向阿羅漢 如果這樣說 也是放不可回 若言我是阿娜汗 阿娜汗是斷 异界的九品事後 已經進了 他已經不來這個异界了 不來異界 那斯托函 他是斷異界的六品事後 如果是西托函 他是斷三界的見後 乃至向斯托函 向斯托函就是 釋迦行裡面的 四第一的禍心 他記者的八人八字 八人八字 那其中的八字 他少 最后一分 還沒有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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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叫做向西托函 向西托函 或者是自己說 我得到出產 得到出產 出產 我一大師見 你要解釋說 他已經得到 離生喜樂地 他已經跟五支 五支的禪支的功德 行思喜樂 行思喜樂 一心相應了 跟五支的功德相應了 第二禪 定身是誰 定身喜樂地 跟四支的功德相應 四支的功德就是 內敬喜樂一心 他有四支的功德 第三禪 那是禮喜妙樂地 跟五支的功德相應 舌 這五支的功德就是 舌 念 悔 樂 一心 如果有這五支的功德 來印證 就知道 他已經是 得到這三禪了 第四禪 就是 舌戀清靜地 他跟四支的功德相應 四支的功德就是 不苦不樂之 捨之 念之 欲心之 這個是第四禪 或者是說 我得到自卑喜捨 宿量心 或者是說 我得到 宿無色定 宿色定 宿色定就是所謂的 西空定 宿 刺定 無所有刺定 回想回想刺定 或者是說 我得到不敬觀 阿納班納念 阿納班納念 這個就是 阿納班納就是所謂的 使這個出入洗 出入洗 那不敬觀 跟 跟阿納班納 使習觀 這兩個在佛話裡面 稱為兩個甘露蒙 兩個甘露蒙 兩個甘露蒙 因為我們眾生都只在 吊集跟散亂裡面 吊集跟散亂裡面 這兩個稱為甘露蒙 但應休息 我們主靈寇說 我們應該要休息 不應該說得到 不應該說得到 或者說 有之天來到我的廁所 或者是 有這些龍神 夜叉 夜叉就是節肌鬼 霹靂就是 也叫霹靂多 歡作主婦鬼 彼色遮 彼色遮 我一大師建要說 它是淡精氣鬼 酒盤土 酒盤茶 茶 我一大師的建要就是說 它是怨形鬼 怨媚鬼 依照論的說明 也叫說 我稱它就是冬瓜鬼 冬瓜 冬瓜 冬瓜鬼 因為它的肚子 它的肚子像怨形一樣 好像看起來像冬瓜 那羅薩也稱為可謂鬼 這個以上 以上只有對於這些像天啊 龍來 乃至羅薩 來到我的廁所 那對方問我 我回答筆 我問筆 他答我 以上 不知不見 不如實說 不如實說 那這樣都換到不可悔 換到不可悔 這些都是以過人化 過人化 不如實地說 那種記 第五個千人靈界 對方聽了你的話 你的言音 他清得清楚了 那這樣就構成 這個五言成不可悔 如果是像耳朵熔掉的人 或者是疑痴無珠的人 或者是不解疑的人 不解疑 不懂我們言理的人說 或者是像非人 鬼神 或者像出身等說 都是以中可悔罪 中可悔罪 化工的字文 第二個字文裡面 就提到說 這個過人聖法 如如像三十七道平等 等 這個是屬於法 那像阿羅漢 將政阿羅漢而畏政者 就指的 將政畏政的 如果說自己得不禁觀 是犯妄語 就能夠說我修不禁觀 那指腹鬼 就是他的惡鬼壽命很長 有很多下茂很年老者 他的這個象狀 有很多都是看起來下茂 好像很年老很年老的 所以翻為主婦鬼 那彼色這 他就是一種淡忍精氣的鬼 淡忍精氣的鬼 我們如果平常睡覺的時候 之前如果能夠煉佛 只做保住正念 保住這個正念 那這樣我們睡覺的時候 也會有龍天父子 就可免這些惡鬼神來侵勞 惡鬼神來侵勞 那翁形的燕滅鬼 翁形表示說他的肚子很大 晚上人們睡覺的時候 有時候會是壓人的一種鬼 壓人的一種鬼 這個時候如果碰到有這種情形 你可以自成的煉觀之音菩薩 自成的煉觀之音菩薩 他很快就消失了 無影無蹤 再請換到136 如果本來是想要說 我是阿羅漢 物言是阿納汗 物言是阿納汗 那這樣是患終可悔 患終可悔 那其他的意如是患 吳儀大師的見尿的解釋說 因為他未遂本心的緣故 當然這個地方 我在來之前 天音律師 他有跟我提到 跟我提到這個問題 這個地方好像其他的利部 有提到說 這個地方 他同樣 他雖然是講阿羅漢 但是他講阿羅漢 物說阿納汗 他說的都是過人的善華 這個地方也有可能換到不可悔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要注意 如果優婆社有人問說 你得到嗎 你得到 你得到聖人之道嗎 如果你這個時候莫然 或者是以身相來表示 自己已經得到了 那這樣就患終可悔 未寥寥的言故 這個時候 你就 你就可以直接說 你不要隨便說 你不要隨便說 我沒有這種事情 不要 我們不要莫然 在佛教裡面 如果是莫然的話 它有一點 莫然人可的意思 莫然人可的意思 但是未了了的言故 是換宗格惠 乃至言說 有這些賢洪屠鬼 賢洪屠鬼 那是孤魂 野鬼這一類的 來到我的廁所 那就患終可悔 我一大事的監獄解釋說 准持頌利 畏得外凡畏 別項戀總項 望遠以德 是戒畏清靜 希望說自己直接清靜 還沒有讀誦經典 希望說自己讀誦經典 都是始於患終可悔罪 終可悔罪 上來是說明這個大妄语 下面就解釋小妄语 如果優伯社他實聞而言不聞 實在有聽到 但是你卻跟人家講說 你沒有聽到 實見而言不見 實在有見到 看到 但是你卻說沒有看到 那懷疑 懷疑 你心裡面懷疑 懷疑 是有 但是你卻說是無 或者無你說有 如是等 都是屬於小妄语 都患可悔罪 其他的 我一大事見了 有說其他的像兩者 惡口其餘 他都是犯罪 但是不失戒 都是屬於可悔罪 可悔罪 但並不是說沒有性罪的過失 如果花心想要妄语 還沒有說是患下可悔的眼環辯 如果言而不敬意 言而不敬意 說了沒有完全倡略你的心理 是患中可悔 或者是誤說 或是說不了了 都是屬於 禁煩辯罪 禁煩辯 如果像人家說 自言得道者 便患不可悔 事實上沒有得道 說自己得道 那就患到不可悔 肉狂 就是狂 我們前面所講的 劍奮如暫潭 如暫潭相無意 劍頭而桌如桌襟無意 這叫狂 或者是心亂 或者是相不解疑的說 這個地方都無患 這是開眼的情形 好 以上我們這個妄語界就講過 再來我們請換到 一百五十一頁 一百五十一頁 一百五十一頁的丁五九屆 九屆 佛陀在這個肢體國 有印度的一個國家 這個巴陀羅 巴陀羅婆提義 這是一個村立的地方 村落的地方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有一隻惡龍 有一隻惡龍 他名叫安婆羅提頭 這惡龍的名字 這隻惡龍 他的性情非常的 凶暴惡毒殘害 凶暴惡毒殘害 這個龍 這個龍 我在看憨山大師的前集 以及姓老而上的 字式的臉譜裡面 都有提到說 有看到龍 水上水上水有這些動物的 有這些神龍 那這一隻毒龍 這一隻龍 他會性情非常的凶暴惡毒殘害 那沒有人可以到他這個處手 沒有人可以能夠到達他的處手 就是其他的動物啊 像大象啊 馬啊 牛啊 還有這些羊啊 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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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駱駝啊 駝駝就駝駝啊 這些動物 都沒有一個能夠靠近他 只要一靠近他就被他傷害 乃至於這些天上的這些鳥類啊 都沒有辦法揮鉤他的善邊 只要一揮鉤就被他傷害 那秋天的這些龍座五穀 這個鎖的時候 鎖的時候 那這些五穀都被他破壞了 都被這些五穀都被他破壞掉了 那當時有一位長老 有一位長老收鉗頭 收鉗頭 我一到時間又說 或者是叫做盤頭鉗 或者是盤頭 這是換言 完整中文叫小路邊生 他的哥哥叫做大路邊生 因為以前的人名字不會起得 像我們現在這麼講究 在小路邊 叫小路邊出生的叫做小路邊生 在大路邊生的叫做大路邊生 不會像我們現在人這麼講究 這麼講究要看八字 他們兩個兄弟都從持家為佛弟子 為佛弟子 這個沙茄頭叫做祭道 他過祭生因為遷徙這個佛法 又喜歡營酒 所以今生一頓 一百日當中送不得一個祭儀 佛陀以善角使令他調補窒息這些暗頓之心 最後能夠證得阿羅漢 最後能夠證得阿羅漢 所以我們不要練習佛法 我們學習佛法 學習這個戒法 有因緣的 我們要歡起 歡喜一切有言者 那這個尊者正到阿羅漢以後 有一次他遊行到 這個朱蒂果 朱蒂果這個地方 然後漸漸到達巴陀樓 然後佛提這個村落這個地方 那過世這個夜婚以後 早上他們就穿著整齊的袈裟 然後持著波 祭祀威夷 然後就入以村落起世 那起世的時候聽到這些成績裡面的村民說 有一隻惡龍 名為安婆羅提頭 牠非常的兇惡 殘暴 惡毒 殘害 非常的嚴重 那人民鳥獸都不能夠到達他的地方 只要到達他那個地方都被牠傷害 那秋天五谷成熟的時候 都被牠破壞掉了 那牠聽到以後 聽到以後又生起慈悲心 然後氣死 飲食 飲食完了以後 然後就到這一次 就到那個安婆羅提頭龍的柱翅 到那個地方 在那個潛水邊的樹下 呼這個座祭 座祭就是 像我們這個 我們比丘有三一一波 三一一波 座祭 立水人 那六五都要隨身 座祭就是牠坐在地上 身體不會染污 染流袈裟的地方 那敷了這個座祭 然後就大座 大座就是牠打坐修禪 入以三摩地 入以這個三摩地 那龍就聞到有這個衣服 還有這個人的氣息 就發起這個稱慧 知道有人來了 就發起這個稱慧的心 然後就從龍的身上 放出這些毒煙 這個時候長老殺切頭 他就入以這個盛生的三摩 然後以神通力 身體裡面也發出這個煙火 然後這一隻二龍 就見了就更加的 升起這個稱慧心 就從龍的身上 又放出這個裂火 放出這個裂火 要來燒這個尊者 這個時候尊者 縮起一頭 他就入以火光三摩 入以這個火光三摩 他的身上也出火了 然後這個龍 又從他的身上 以下這些冰炮 要來傷害這個尊者 那殺切頭尊者 他就變這個龍 所獻出的這些乙砲 把它變成釋迦餅 釋祭餅 水餅 婆婆羅餅 變成這些餅乾類的 然後這個毒龍 他又更加稱慧 就放出這個霹靂 霹靂的雷聲 一般人被這個積雷傷到 必定都必死無疑 這個時候插切頭 他就把這個霹靂的這些雷聲 變做種種的歡喜頑餅 歡喜頑餅 這個時候龍 他就以神力 以下這些弓 劍 還有刀啊 獸啊 獸就古代的兵器 它的餅 筆 毛還長一點 那收切頭就一一把它變作 像幽波羅 把這些兵器都一一變作像 變作這個這些幽波羅花 就青蓮花 潑陀磨花 就紅蓮花 積某陀花 就黃蓮花 這個時候龍啊 這支惡龍就更加的稱慧 就以下這些毒蛇 蜈蚣 土匪就毒蛇 有眼就跟蜈蚣同類的 蜈蚣同類的 這個時候沙茄頭就把這些 這些這些毒蛇 毒蟲 一一的都把它變成像 幽波羅花的陰露 沙茄頭花陰露 還有波斯花陰露 陰露就是把這些花灌起來的 這種情形 那阿提木多茄花陰露 這個翻成中文叫做黃花 波斯 波斯我們這個地方叫下生花 也稱為乙花 這個花下雨的時候它才會出生 阿提木多茄 此吟善是一花 後翻作龍田花 這個尊者都把它這些毒蛇 這些油眼 蜈蚣 都把它變成是莊眼的陰露的花 那這時候這支龍所有的勢力 完全都已經完全用盡了 用盡都獻出像尊者 這個縮血朵都已經用盡了 這個時候這支毒龍 它獻這個龍的神德 神德都已經用盡了以後 它還不能夠勝尊者的時候 它就完全失去它的威力的光明 龍的威力 它是有肉的神力 它是報德的神力 它怎麼能夠跟羅漢無肉的神力相比呢 然後這個時候 這個長老沙且陀啊 他知道這支龍的勢力已經盡了 已經盡了 已經盡了 它不能夠再動了 它已經盡不起來了 因為它勢力全部都用盡了 這個時候 然後尊者就變作極為細深 極為細深 這樣跑來跑去 在他的頭上驚醒 切不及傷害他的龍身 這個時候龍看到這樣 心裡面就大大的經濟恐怖 大大的經濟恐怖 不畏到連毛孔 這個身體的毛都拾起來 然後就合掌向著這個長老沙且陀說 我歸如 我歸如 我歸你 我扶你了 我歸你 那沙且陀就回答說 你莫歸於我啊 你當歸於我師 歸於佛 那這個時候龍就說 我從今歸於三寶啊 厭大的正知我進行做佛的優伯社 在你家佛弟子 那這一隻龍 就從受了三寶歸以後 三寶歸以後 做了佛弟子以後 受了這個佛弟子以後 它就從此不再 如同前面還沒有歸以前 做這些凶惡事了 所以這些村民啊 以及這些鳥 獸啊 都能夠到達龍的廁所 那秋天五骨紅鎖的時候 也不會受到傷害了 那由於尊著有這樣的一個神力 道德能夠降隆 使令他善良啊 那這樣的名聲就留不開來 留不開來 其實這些阿羅漢的神德 都從戒定會裡面修起來的 他都是把他本際的德性開展出來 從戒定會裡面 然後開展他本際的德性 開展他本際的功德 本性的功德開展出來 我們本性自然 所以他的名聲啊 就自然留不開來 留不這些到這些國家裡面 大家都知道 張老殺戒頭能夠降伏這個惡龍 使令他責服他善良 那這些豬人以及鳥獸 都能夠到達這個龍宮 秋天五骨紅鎖的時候 都不被傷害 因此這個張老殺戒頭 名聲就留不開來 很多人都想要做飲食 爭相傳情啊 爭相傳情 爭相傳情 就這家請完了 馬上這一家又請下去 一直輾轉請下去 那這個當中有一個貧窮的女人 以這個極為信靜的心 就請這個張老殺戒頭前妻應供 那殺戒頭尊者就莫難地受請 這個女人就為她備半善好的 蘇魯迷 蘇魯迷就是用五穀米和乳酥 乳絲熬制而成的蘇魯迷 蘇魯迷 那尊者就接受 而隐 接受就把她隐止下去了 那女人 這個女人就思維 這個沙門啊 除了這個明蘇魯迷 明蘇魯迷 那這個後期會當冷花 冷花 這個冷花 化工的字文解釋說 蘇魯迷它的性比較寒 吃了它容易滑冷 所以用酒啊 來調節它 所以她就去拿這個 看起來像水 水色的酒啊 像水色的酒 實際上是酒了 就拿給它 因為這個時候 火頭還沒有制定這個酒界嘛 所以這個時候 所以這個時候 沙血朵 她沒有看 看清楚 就把她隐下去了 然後隐了以後 就為她說話 說話就離開了 然後就往她首次的 室宴裡面去走回去的 這個時候 在那走回去的時候 這酒室啊 她就花皺了 到靠近寺門的旁邊的時候 她就倒在地上 身體上 身上的這些袈裟 身材裡就袈裟 那些袈裟等等 這些像 利水狼啊 寶啊 藏啊 遊狼啊 革席啊 真童啊 都散落到各一次了 因為人已經 已經分罪 這個不行人事 這六平常 這些很矜持的 這些三一波 整個都散落在各一次 罪到無所結之了 罪到都無所結之 然後這個時候 佛跟阿蘭尊者 阿蘭尊者 這個阿蘭尊者 就遊行到這個地方 那佛見了這個比丘以後 就助而顧問 助而顧問 這是諸侯的常話 因為諸侯 佛它是無所不知嘛 所以這個諸侯的常話 就是助而顧問 致欠我們一般常人的這種作法 就助而顧問說 阿蘭啊 這個是血啊 那阿蘭就回答說 四孫啊這個是長老殺戒斗 然後佛陀就告訴阿蘭說 你就在這個地方 聽阿蘭聽阿蘭這樣變白以後 佛陀自知世界已到 佛陀就先洗 洗了這個紙以後 雙子以後 然後就坐下來 然後就問之比丘 你們可曾見到 聽聞到 有一隻毒蟲 叫做安婆羅提陀 他非常的凶暴吃惡 惡毒殘害 然後先前 沒有人敢到他的地方 這些大象啊 牛啊 馬啊 羊啊 鯉啊 鱸啊 鱸啊 鱸駝啊 沒有能夠到達那個地方 乃之豬鳥沒有敢揮過他上面的 那秋天五谷烘手的時候 他都被他破滅了 而這個凶惡 這樣凶惡的龍啊 毒龍 善男子 沙茄頭 卻能夠哲悟數令他善良 歸向善寶 那現在豬人以及鳥獸 都能夠到達這隻龍的潛水上面嗎 有人這樣看到見到的嗎 這個時候大眾生裡面 有見到的就說有見到 有見到 世尊我們有見到 聽到的就聽到 就說世尊我們有聽到 隔天這件事情 那個時候是非常喘不開來的 說不能 世尊他現在這種情形 連一隻蛤蟆都沒有辦法折服 那佛陀就說 聖人飲酒 尚且有這樣的構思 而光說一般的食人有落的凡夫呢 我們一般有落的凡夫一喝了酒 什麼事情 什麼話 什麼話都隨便講 什麼事情都隨便做出來的 聖人都這樣 何況是凡夫呢 何況是有落的凡夫呢 那如是的過失罪過 以及超過這樣更大的罪過 罪過 都是由飲酒的緣故 都是由飲酒的緣故所生起的 那從今入甲露 自稱說是我 我是佛弟子的 自稱我是佛弟子的 不得飲酒 自稱我是佛弟子的 不得飲酒 乃至小草頭一滴都不得飲 都不得飲 都不得飲 在這個 《昏悲善惡報應情》裡面 有說明飲酒有三十六過失 三十六種過失 知財善失陷多疾病 因此而興起墮疹 乃至深邪命中墮大地受苦無窮 在《大志論》裡面說明我三十六種過失 《昏悲善惡報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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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自稱我是佛弟子的 不得飲酒 乃至小草頭一滴 因為這一滴 你沾這一滴 將來就會有兩滴 乃至有一杯 乃至一罐 所以佛陀种种的喝着 这个饮酒过世以后 告诉比丘 又婆舍不得饮酒者 下面就 不得饮的酒 是什么呢 有两种 古酒跟木酒 古酒跟木酒 木酒 古酒可知 古酒 吴毕大师的建议 因为历文只有提到木酒 古酒我们一般可以知道 就是用五谷量造的酒 那木酒就是 用这些植物的根 茎 叶 花 果 用植物的种子 种种的种子 以及药草 掺杂来做酒 既有酒色 酒香 酒味 饮之能够醉人的 这个称为酒 若受了五届的又婆舍 以口来藏而咽下着 一名为饮酒 就换到此醉 上面是说明饮木酒 下面说明若饮古酒 同样咽一口就换一个醉 换一次醉 若饮醋酒 醋酒就像我们现在的 醋 醋这一类的 饮了或者像孝氏这一类的 饮了会醉的 饮了会醉的 随着都咽咽患 若饮甜酒 也是随咽咽患 只要会醉人的都咽咽患 若饮漆 漆就是 它是一种造酒的颜料 米面撒干蒸熟 加入酵母 这个就变成起 吞淡这个起 随着咽咽患 若淡酒低糟 失分力是说明是酒糟 随着我们吞一口就一口患 咽咽患 忌口患醉 若饮酒 渣 就 垫 就是 酒的沉淀物 糟薄 随着也是咽咽患 若饮是酒 酒色酒香酒味 能令云醉者 随着咽咽患 随咽患 都是患 中品的可悔的 若淡酒酒色 五酒香 五酒味 不能醉人的 其他 随了不会 随了 都不患 只要不醉人的 都不患 只要会醉人的 都患 那这样我们九戒到这个地方 它整个文就列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九戒我们也讲完了 很庆幸能够把它讲完 这个九戒这样五戒 我们全部都讲完了 全部都讲完 五戒它是把这个戒相 整个都是旧戒 严戒 把这个戒相 就说得比较清楚 明白 那这样我们在守护这个戒法方面 我们就会比较能够清楚 比较明白 我们守护也会比较能够得到清静 得到清静 那以后这个清静的夜言 因为戒它就是在审查我们的身口意的过失 环境我们的过失 我们有过失 马上又把它调整过来 那以这个清静的夜音 清静的夜音 那就能够我们 承办我们清静的这个道夜 如果我们是炼火求生西方的 那我们这个信念炼火 也比较容易成就 因为你是无落法 如果我们没有戒法 我们忽略了戒法 忽略了戒法 你虽然是炼火求生西方 但是可能 你很有可能 是口炼弥陀 意恋说破 你的问题在哪里 你都不晓得 那这个戒法就是在审查我们身口意的过失 我们有过失 马上把它调整过来 那以这样清静的夜音 然后境界为音 净土为果 将来就能够赶身净土 信念炼火求生西方 就能够容易成就 那我们今天的五界相经 就讲到这个地方 也满 好 回向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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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